这么大的天街都没有几个人 好奇老板们的店开到这里赚钱吗 在襄阳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好多体制单位啊 后排发不起工资了 这两天呢 我接到一家失业单位的客户 居然给我吐槽 他说现在这单位啊 福利奖金都没了 只发一点基本工资和一点绩效 如果以后连绩效都不发了 那么就只剩下一点死工资了 好在单位啊 现在公积金呀 社保都在正常交 没有停 如果现在有点问题的话呢 还可以考虑一下贷款 缓解一下生活压力 也不知道这种情况 还要持续多久 不知道你们那边单位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呢 今天来石鹿附近拜访客户 素纣知名的商业街 也抵挡不住生意惨淡啊 实体店的生意确实太难了 实陆间那么繁华的地方 大部分商户都在转租太多太多了 太突然了 开业五年 西南自家商场大规模倒闭 前段时间 位于一层全富丽角桥 与北原大街交汇出的龙胜广场 出现大规模的闭电现象 与马路上兮兮兮兮的热闹景象相比 龙胜广场显得格外冷清 商场一号 二号 三号大门紧闭 星巴克 四字岩 珠宝等 临间店铺 在先远处张贴了饭厅营业的告示 自由大队发炒事 凯德基 买达老 冰雪诗光等 商家处于正常 经营状态 部分楼场 甚至连灯光都没有打开 一片漆黑 基本上 也没有太多营业的商户 大多处于闭电状态 但由个别商家 仍以依靠外卖业务而孤苦支撑者 现在找工作有多难 其实现在找不到工作 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今天光应届毕业生就有一千多万 能找到合适的岗位 其实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与其说怎么去找工作 倒不如先考虑如何去养活自己 很多人进入社会的第一堂课 就是需要去放下大学所学的东西 找一个听起来看起来不是那么体面的工作 脱去孔一己的长衫 我觉得现在的就业现状 刚毕业的大学生出社会 不再去管父母要钱 就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 咱们首先要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再去考虑前程 这点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来到一个大城市 躺在村租屋里面 找不到朝九晚五 周末双休 工作体面的工作就不去了 最后坐吃山空 灰头秃脸的回家 工作本身就是枯燥的乏味的 不要对任何工作有太高的预期 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时候找工作一定能大大降低难度 十几年前我们的商场特别火爆 八点多一点 基本上都开完了 开完了 现在九点了还都没开门 看看 没人 连商户都不想开门 这就是我的商场 我们那边还准备安门 安门的这种 可能就好几个过道 现在是九点了 还有 现在是九点了 基本上都没开门了 甚至有其他一线城市 江浙户这些地方的工厂 也不容乐观 以往工厂总是招不到人 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了 许多工厂不仅不再招人了 而且连订单都是寥寥无期 很多工厂的老板们 一征年就要面对 几万块钱的固定支出 房租 水电 员工工资 每一项都不能拖 压力三大 不少老板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想着把厂子卖了算了 制造业一直以来 都在为社会提供了 超过一个亿的就业岗位 如果说这些工厂 大规模的倒闭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许多工人背后的家庭 将会失去保障 那他们的生活 将陷入困境 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关注制造业的困境 共同去思考 如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这个时代 每个月定时的发工资 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年上半年 被上广深的消费市场轰然倒塌 之前以高档著称的餐饮服务 奢侈品店更是接连倒闭 消费降级的热潮 正在席卷全国 由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不光穷人不消费了 富人也是人人勒紧裤裤腰带 无紧钱包 之前人山人海的大型商场 已经不复存在 高档餐厅更是门客窝却 星巴克越开越少 密雪冰城越来越多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对咱们普通人 接下来又有什么影响 这场消费寒冬到底有多严重 首先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一线城市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全面下跌 深圳跌了2.5% 北京跌了6.3% 而上海广州更惨 跌幅接近10% 别小看这个数字 它背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无数餐饮 零售 娱乐业者在煎熬 意味着消费力的崩塌 更直接的例子是 有一家北京还算有规模的餐馆老板 辛辛苦苦忙了一年 扣掉成本工资后 还不如去跑外卖 而上海餐饮业整体亏损了7.7亿元 有的知名餐厅甚至直接灌门大计 不是只有餐饮行业在哭撑 连超市 商场都变了模样 以前大家周末逛商场 顺便看电影 吃饭 买衣服 如今呢 去商场的次数少了 买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从和星巴克到和蜜雪冰城 从高档专柜到超市打折 这种变化结识了消费降级的实质 人们的钱袋子别了 对未来的信心也不足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答案很简单 没钱了 或者说对未来没钱的恐慌 这不仅仅是因为当下收入减少 更是因为经济的不确定性 让人不敢轻易花钱 很多人都在担心 明天是不是就会失业 养老金 房贷 教育费油 医疗开支 这些沉重的负担 向左大山压在肩上 我有个朋友 曾经是个电子产品发烧友 喜欢追新款手机 平板 可是最近他说 已经很久没有买过了 因为公司年终奖没了 股市跌成这样 房贷还得换 日子太难熬了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下滑 内地餐饮业者为求生存 纷纷推出各类经济实惠的餐饮选择 商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 以吸引顾客 近期 低价快餐店再度兴起 三言自助餐饮成为热门选择 备受消费者青睐 根据内地自媒体 定交万9月24日的报道 最近一种评价餐饮趋势 正在迅速形成 居住在北京东四环的波波 对此感受尤为深刻 近几个月 他所在楼下的餐馆纷纷开张 如南城乡 紫光源 超义性等接连开业 带动了周边商业氛围的变化 上半年南城乡的开业 引发了一股热潮 这种火爆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 波波介绍 店内早餐提供三元自助汤类 包括皮蛋瘦肉粥 南瓜粥 豆浆 豆腐脑 橙汁等无限供应 此外 包子仅需2.5元 油炸2.8元 整个早餐费用不到6元即可解决 极大地满足了经济性消费者的需求 午餐时段 南城乡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包括炒菜 馄饨 面食等 此外 餐厅还免费供应两半元白菜 咸菜萝卜丁和酸豆角 以及西瓜 圣女果 哈密瓜等新鲜水果 白米饭和杂粮饭也可无限续杯 对于上班族来说 一顿丰盛的午餐通常只需花费20多元 既是会又满足 9月份 紫光园在南城乡隔壁热闹开业 两家在早餐市场上的竞争愈发激烈 紫光园的早餐广告口号是5元吃饱 8元吃好 提供豆腐脑 油饼 包子 鸡蛋等 价格比南城乡更为优惠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价格战 2024北京餐饮业观察报告指出 价格较低的小吃小喝已成为消费主流 报告显示 北京餐饮门店中 人均消费21到30元的占比最高 其次是31到40元的门店 反映出消费者对性价比的高度关注 32岁的文化行业从业者文阳表示 年轻人对餐饮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 过去追捧网红餐饮的现象逐渐被经济套餐所取代 这种趋势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 成为新的消费风扇和潮流 年轻人更加注重实惠和满足基本需求 据内地微信公众账号视觉之报道 一杯柠檬水仅需一分钱 一份公保鸡丁盖饭5.9元 第一杯奶茶4.5元 这些价格来自于外卖版拼多多 美团拼好饭 显示出极具竞争力的定价策略 报告称 经济风迅速席选快餐市场 汉堡王推出超值任选四选一加一套餐 仅需12.9元 包含市中主食和市中饮品小吃可选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茶饮方面 瑞幸推出9.9元优惠券 耐雪则推出9.9元早餐 进一步推动了低价竞争 当大多数品牌纷纷推出9.9元套餐时 有些餐饮品牌将价格压低至3元 米村拌饭的3元自助包括免费小菜 海带汤和无限絮米饭 顾客还可免费添加拌饭酱 吃到饱 报道称 经济套餐使米村拌饭迅速走轰 成为行业内的亮点 南城乡也推出了3元自助早餐 提供豆浆 牛奶 皮蛋粥 酸辣汤等其中早餐 任意选择小菜无限续杯 早餐供应时间限定至9点40分 售完即止 确保新鲜供应的同时满足早起消费者的需求 公开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 餐厅倒闭46万家 第二季度 接近60万家 截至6月30日 上半年总倒闭数 接近106万家 如果下半年 未能有效缓解经营压力 预计年底总闭店数将超过200万家 餐饮业面临严峻挑战 餐饮业资深观察者杰哥 在大陆红餐网表示 如果十一期间 营业我依然低迷 许多餐饮从业者 可能无法继续坚持 新的倒闭潮或将到来 这一现象 反映出整个行业 在消费降级背景下的困境 和转型压力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